2016年 三个检视爱好者来到了罗布泊无人区 他们在茫茫的沙漠中 无意间发现了一具白骨 当即就报了警 警方经过现场勘查 发现这是一具成年男性的遗骸 而且死亡时间已经很久了 在现场还发现了一些物品 有手电筒 防风镜 一个帆布包 包里有三封信件和一张洛阳报纸 后来警方根据他身上的遗物 发现了他惊人的身份 原来他是失踪了58年之久的志愿军战士 那么 这位抗美援朝的战士 为何出现在千里之外神秘的罗布泊呢 当时 民警赶往现场勘查后发现 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破败不堪 唯有一双靴子 还算完整 看他蜷缩起的身子 想来生前还忍受了不少痛苦 让大家惊讶的是 报纸上的日期是1960年9月13日 而且在现场找到的三封信件 为查清楚遗骸的身份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时间久远 信中的内容已经看不清 只有其中一封信的收件人 是李中华 后来 青海和四川两地的警方 联合走访调查 终于在四川省八中市龙贝乡 找到了李中华的家人 并对遗骸提取了DNA 做进一步对比 最终确认了 这具尸骨 就是当年失踪的李中华 在警方上门询问时 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 还以为自己的丈夫 终于要回来了 没想到的是 李中华早在50多年前 就躺在了茫茫沙漠里 原来 死者李中华 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时 荣获了二等功勋章 后来再一次战争中 小腿受伤 从朝鲜前线退回到家乡 李中华回到老家后 为了养活家人 他做起了织布和染布的工作 日子就这样安稳地过了几年 直到有一年夏天 李中华的妻子 一早就出去干农活了 回家后 就再也没有看到李中华 就这样 李中华的妻子 独自带着孩子 苦苦寻找了50多年 警方根据李中华的遗误判定 当年李中华来到新疆罗布泊 执行秘密任务 而这项任务 就是研究核试验计划 当年随同李中华在内的上万名士兵 都是秘密前往罗布泊 没有给任何家人留下消息 以免走路风生 据当年参与过核试验的老兵回忆 罗布泊地区环境极其恶劣 气候干燥炎热 风沙肆虐 给勘探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当年 由于技术条件有限 后勤保障也相对落后 而在一次撤离罗布泊沙漠的过程中 李中华很可能因为腿部就伤复发 加上环境恶劣 最终体力不支 调队遇难 被无情的黄沙掩埋 直到50多年后才被探险队发现 由于证据的缺失 和几封家书的直言片语 虽然 无法完全还原李中华 倒在罗布泊的完整真相 但作为一名荣获二等功勋的志愿军战士 他的功绩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